真的会有皇帝像康熙微服私访记那样为民做主吗 不存在的 指望皇帝能够为民做主 就如同指望公司的领导心腾员工加班一样 皇帝这个制度的出现 本身就因为战国时期变法中 地主阶级形成了 后来在大一统的国家环境下 需要一个封建主义的领头人 于是才出现了皇帝这个身份 你看在影视剧里 动不动皇帝就微服私访 为百姓做主 百姓迫于无奈下归求救 然后天子正义凛然的消灭邪恶 从此海燕和亲圆满结束 这种影视剧的丑恶就在于 它把封建社会下的百姓 全部归纳为弱势群体 而这帮弱势群体在面对不公的时候 唯一能做的就是下归求救 不是贵皇帝 就是贵青田大老爷 根本就没有合理维护自身利益的渠道 而作为封建的皇帝 好像就能够在电视剧里面 能够脱离自己的地主阶级身份 真的站在百姓的那一边 可皇帝作为地主阶级的带头人 你想他怎么可能为百姓做主呢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纪小兰曾经由于乾隆皇帝 清查两怀沿案当中 通风报信给地方官 被乾隆扔到了大西北 进行准根脚灭之后 归附西北生产的工作 这个期间 纪小兰真的是任劳任怨 先是解决了大量地方流民户籍的问题 又解决了地方百姓 缺粮聚重闹事的问题 这两件事 于国于民都是好事 可是乾隆皇帝压根就没有什么反应 后来当地的一个将军看不下去了 在一次平叛的战斗当中 给纪小兰谎报了军功 这才让纪小兰回到了京城 你看啊 为民做主的事情 皇帝没当回事 反倒是假的军功 才勉强起到了作用 那就会有人问了 皇帝他可能是一时眼瞎 毕竟官僚人数太多 只要里面有清官 有清天大老爷 皇帝还是会重用的 这个就更幼稚的 你想想 明朝和清朝 有过像朱元璋 雍正这样严打贪官的皇帝 可明清的贪腐 是出了明的花样多 这就是因为 古代封建王朝 完全就不是一个法治社会 的法治核心在哪呢 其实就是没有法治 同样的事情 原则上不可以做 但实际上也不是不可以做 你不可以做 但不代表别人不能够做 但至于究竟能不能做 朝廷也不会给你明示 反正一切都可以灵活操作 那这个问题可就大了 因为绝大多数的官僚 都是人 他不是圣人 大家先想想 清官这个概念 为什么会被提出来 我们回顾一下 历朝历代建国的时候 口号喊的都是这天想 商朝是为了讨伐夏节 周朝是为了罚咒平民愤 汉朝是为了解决秦朝的暴政 明朝是为了驱逐打鲁 清朝是为民复仇 反正一个喊的比一个光明正大 可实际上 大家的本质都是一样的 无非就是新的地主 翻身取代旧的地主 换而言之 甭管是秦朝还是汉朝 又或者是唐朝 归根结底 就是一大帮家族凑分子做生意 做成了之后 皇家吃肉 薰贵吃菜 官僚喝汤 百姓种地 我们之前提到过 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 封建王朝的皇帝再生命 也不可能超越阶级 封建王朝的制度 法律以及官僚 都只会成为维护地主阶级的一份子 你想想 你本来没犯什么事 吃着火锅唱着歌 然后被一波牙役给抓了起来 打了一顿 还额了一大笔钱 你心里肯定不痛快 搞不好还想和村民举行 衙门闹事 这个时候突然蹦出了一个青天大老爷 要给你做主 要主持公道 还把牙役给打了一顿 这一刻你心里的愤怒 可能也就消失了一些 当地的稳定也就维持下去了 你根本就没有意识到 牙役打你这件事的恶劣程度 以及自己被讹诈的钱 好像也没有要回来 所以像《康熙威福斯访记》 这样的影视剧 只能是艺术创作 艺术虽然是源于生活 可毕竟它是高于生活的